今次的石裸對話 就是整個賽馬會文化的話題最後一次 第十次了 今次我們很開心 就請到重量級的嘉賓來 是誰呢 我就不介紹了 我就留給Benny介紹 有請Benny先來我們去創辦 多謝各位 八王秋光年聽了赤裸對話 但我想今天有限做赤裸 因為黃教授我們下午談了一段時間 就說因為他的身份問題 可能怎樣踩到一些紅線呢 我們待會發問的時候 就盡量踩近那條紅線 黃秀芝教授不是第一次跟我們合作 我記得好幾年前我們講這個 嶺南文化就專門邀請了黃教授 之後2015年我們都一起去過新加坡 當年是新加坡的五十周年紀念 就是一個節目叫做照亮香港 今次我們這個第十次的赤裸對話 就找了黃教授 因為他對香港的認識很深 對廣州的認識更加深 其實黃教授博學精深 中外的文化都很有認識 我想是很適合去講一講 怎樣去閱讀一個城市 首先介紹一下黃教授 除了散大的設計學院院長之外 好像說你將來幾個月就會榮休了 還有另外一個計劃會在深圳 黃教授也都在美國度過了二十幾年 也都在Pasadena Art Center的設計學院 永久教授 還有在美國受課了很多年 也都國內很多的project都有參與 主張也都數之不盡 都不知道有哪裏介紹起了 但我發覺這件事跟黃教授閒談 就很吸引我的 就是他去到每一個城市 他都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去閱讀這個城市 深一步我們就會說解讀一下 但是或者我們首先 歡迎我黃教授 我準備了一些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很關注 因為最近有一個教育局 出了一些對粵語的看法 這個帶到其實香港和省城的關係 我記得以前省城就是香港人的一個老家 凡是有什麼事香港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個行李回省城 省城就是我們一個避難的地方 亦都是我們很嚮往的地方 無論是它的名聲或者是那裏的食物等等 我們一說起就很濕濕濕 再加上我們大家都是用那個方言 那麼我們就對粵語這件事 就真的有一個…怎麼說呢 即當我們聽到一些說話 即是說粵語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一個狹窄的地方的方言 我們有些不舒服的 所以易中天說到 即是說北京和上海 因為它有一個大氣候 但是廣州只是一個小家的氣候 那它甚至說到 可能這個廣州的文化發展 可能是要由推動廣東 有這個普通話而起的 那麼這個這樣的說法 當然是令到很多學者有爭議 也都帶到說其實廣府話 是有很濕遠的歷史 甚至是所謂一個 就是用Poentic Language 即是如果用英文不說 就是因為無論是詩經還是唐詩 很多事都是用到語去表達的 我們其實就知道 就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方言 還有它有很長遠的歷史 但是現在其實無論是香港 或者是廣州的 我們都覺得 就是除了變邊緣化 或者是所謂普通話說矮化 我們就說是被人看低的 廣東人說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普及文化 例如電視台等等 我開始用語是越來越少的 我想我不一講就講到這些爭議性的事情 首先或者可以問王教授 當你去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法去閱讀這個城市 讓我們都可以借鏡一下 我呢就 剛才Benny講到這個香港教育部門 有個官員說我們要講普通話 即是將這個語停了它 如果用我們的廣東話講 就是有一句話它都沒有人翻譯成國語 即是說這傻瓜 那這句話是沒有人翻譯的 或者用香港廣東話 就是你都差不多了 這個又是有英文的家人 其實這兩句話都很精彩的 你怎麼搞錯啊 我們是外地人學得多 但是我說這傻瓜 即是不用跟你談了 你都廢柴 這些謊言 你如果用普通話 就變得很難聽了 你腦子有問題啊 你腦子精髓啊 即不是那個意思 傻瓜 我覺得很精彩 所以就說 是不是立法授把廣東話取消它呢 你想一想這句話的它很精彩 它無以替代 我覺得這個是我第一點 香港有利索了 就是由那個短路來說的 用英文變成一個粵語 都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覺得語言 不要說一個官員說 我覺得要全國講普通話 你要想多些 因為這個語言的沉澱 兩三千年的結果 你一句話 你將它搞得沒有了 你真是梳梳地了 我這裡就先講講一個 怎麼認識一個城市呢 我因為我這一輩子去過很多很多地方 加上我的那個工作的性質呢 又跟設計和規劃有很多個關係 幫中國最大的一些房地產公司 在那裏做一些設計的策劃 最早就是20年前幫萬科 現在就幫中國鐵路集團 就是它做高鐵做到哪裏 就在那裏做一個城市的 那我都要去參加這些工作 所以我對這個城市 那個了解呢 是由我自己一個不同的角度 就是 因為小時候沒有什麼機會旅行 所以沒有什麼認識一個城市 去過那個城市 我都一定去周邊 廣州 那時候去佛山 那時候去佛山就好像過節那樣了 大家知道 由廣州去佛山呢 是沒有汽車去的 那時候由石圍堂 大家在廣州石圍堂 坐輪的那些小艇過去 在那邊坐火車 那些火車還不是 有位的火車 是那些裝牛的貨車 那個角度呢 放一個尿筒 大家圍了整個在那裏尿的 那個車搖下搖下到佛山 佛山很小 所以我小小過 我看珠江三個州 這些所謂的城市 無非是開平啊 欣平啊 台山啊 就是這些了 這些是我所認識的城市 所以那時候沒有什麼認識 完全是第一感覺 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兩條街 如果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知道 那時候一個城有多大 就是幾條街 我說我小過的廣州 我其實年紀很大的 大家不要看我的樣子 好像中年人那樣 其實我是民國的人 我四六年生的 就是我七十幾了 我小過在廣州 廣州小到怎樣呢 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廣州 就是省城 省城 廣州呢就是 南邊就到珠江邊 就是現在那個海珠廣場 這個就是最南了 過了河呢 廣東人呢就叫做河南 就是對面叫河南 就好像上海去對面的浦東 史里奧夫對面 就是已經出城了 種菜了 廣州呢就到河南就種菜了 這邊幾大呢 大家記得有兩個標誌 最北就是觀音山 觀音山就是現在的月秀山 未到月秀山 觀音山就是中餐紀念堂的後面 那個就是廣州的邊緣 大家說為什麼會這麼小呢 你記不記得那個鴉片戰爭的時候 在四方跑台打過仗呢 就在那個觀音山打的 英國人要打廣州呢 打到觀音山 如果打進來就入了廣州市了 就這麼小一個城 東到哪裡呢 就到東教場 大家記得 就是現在的黃花江 72年時的那個東教場 就是東門了 這邊有一個地方 未到西關叫做西門口 西門口就是城門 那就是北呢 未到東方賓館 南呢就到珠江邊 東呢就到東教場 東教場就斬藤的地方 那些人犯了罪 拿去東教場去散藤 西呢到西門口 就是這麼大一個城 那你想一下廣州 你從這邊走到那邊 一個小時搞定 走路一個小時搞定 直走大概大半個小時 那其實那時候 香港也是這麼大的 香港 當年來香港呢 我們一到那個大鐘樓 去尖沙咀那個大鐘樓 那個鐘樓就是火車站 在那裡下車 然後坐這個ferry過來 就是這樣 又是這麼一刻呢 由西環到 那時候都沒有能西邊的那些 很窄一個城市 這邊到山 又是這樣 所以說要認識一個城市 其實不難的 就是完全靠這個感覺 直覺 走街 你基本上可以認識一個城市 這個我就說 就是舊運時 我們認識城市的方式 現在不同了 現在的城市呢 很大很大 所以我又做 和設計有關係的工作 所以我第一個去看城市 我一定到了以後呢 去買地圖 我呢 就是買地圖 有人的人 我不但買大地圖 我明知道會買些小地圖 那些 美國的地圖呢 一個城市是一本的 這麼大本的 很大本的 洛杉磯這些地圖 它分成是好的 你們就見 我喜歡看地圖 第二個呢 就喜歡看那些地方字 就是那個城市的歷史 去找去看 那有些城市呢 就很多資料 就在香港呢 是很多很多的資料看的 我看三聯啊 那些書普動成隔 都是香港的書 舊上片 什麼樣的 所以要了解香港呢 非常容易的 因為它什麼都有 但是大陸的城市呢 基本上 沒有什麼文字的資料的 如果有文字的資料呢 都是講 自從1949年以來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它不講的 它有兩個很 很不想講的階段 一個是民國它不想講 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民國開始 那你由1911年以後 到這個1949年之間 你不講 那中間又夾了個八年抗戰 又不講 那你就是中國沒有了 那直接由清朝 接到中華人民過關 所以那些書 你去找去看 你很拿命 因為那一段正是最精彩的時代 就是文化人 城市建築 那個現代化的進城 大學的開辦 都是那一段 所以在中國有個問題 就是去找那個城市的那些東西 是不容易找到 就是 所以你要看地圖 再看那些地方字 那些地方字 往往是很不齊全的 那現在比較好的 就是有些發達的 文化發達的城市 它們都成立了地方字辦公室 其中辦得最好是上海地方字辦公室 是中國No.1的了 它甚至有個網站 你們可以上Google去查一查 上海地方字 它就將上海的歷史 什麼都在裡面的 你可以下載到的 譬如說上海1920年有幾多個 賣炸油炸鬼的人 它都差不多有這個數字 這個其實很精彩 上海真的做事做得好 那你就有一個切入口 那我一般是看完這些 我才再去那個城市 我前面去Ducendorf 在德國 去波斯坦 我都去先看功課 然後再去 那有個好處就是 我知道我要看什麼 清清楚楚 我缺點呢 過於理性 這樣就變成一個學者去考察 就不是說真的去玩 所以我就很 我現在覺得我要放棄這種方式 因為去到以後我做了功課 我變成拿著一本教科書去看城市 就變得很boring 所以我今年夏天我就退休了 退休以後我想我就去一些城市 我就不帶這些東西 又不做功課 一頭撞進去 可能會有些surprise 這樣就不改變人生的做法 大概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Water Bin Yaman說的 你去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最好就是迷失路 迷失路的過程 反而就會看到一些 你預計不到的東西 如果你預計了你要看的 可能就是看到你想看的東西 而不是真的發生在你眼前 我前幾年看了一個Woodie Allen的電影 叫Vind Night in Paris 我就看到他晚上十二點鐘以後 擋失路 我其實很想 因為那個人過得太清楚 永遠不擋失路 其實是很不愉快的 你知道嗎?我其實很想擋失路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在西環 真的有點擋失路 不過香港的確擋失路的區域很小 巴黎的確很大 所以在巴黎我經常都不看 並且那些人我又不懂 我看得懂法文 不會講法文 法國人都不懂英文 最好進去就是一種 嘩怎麼出去呢 那種好戲 真的很開心 我這個回應Benny說的那個 那個不是當十號的 王老闆 你也寫了一本書 是閱讀巴黎的 是 其實你由那個建築 那個城市設計那裡入手 是 但是很多人去巴黎 就是給他那個聲色的吸引 是 但是往往可能也都忽略了 他那個城市的結構 設計等等 那樣東西其實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你怎樣閱讀 和你的興趣有沒有有關 或者甚至你的工作那裡 那有 有沒有什麼的 你現在 譬如你再要寫你這本書的話 你會怎樣去寫它 那本書叫做《巴黎首記》 大家可以找到的那本書 那本書其實最早我不是想寫一本 關於巴黎的建築的書 是因為我的鋼北畫畫得很好 你如果找這本書 你可以上網看看黃秀之的鋼北畫 是畫得好像銅板畫 我的畫到現在都有人上出版 我是畫 就是有些人說 你這麼牙刷的 在那裡說你畫得好 我的確是畫得不錯的 哈哈哈哈 你們去看看那些畫巴黎的鋼北畫 就好像銅板畫那樣 我畫得好 所以我當時是忍不住 就畫了很多巴黎的街道和建築 我畫出來以後覺得 哇 這批畫這麼漂亮 那我又不能夠好像出畫策 因為我始終我在那個學術界 但是在大陸在美國 將我的定位叫做一個理論家 credit 是一個批評家 那就是說我的位置已經 其實學術界很殘酷的 就是說它說你是什麼人呢 你再想做另一個人很難的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又畫得國畫 我又畫得油畫 又畫得國北畫 又會組織這個音樂會 就是我懂很多東西 又會寫書 那些東西都會 但是那些人說 這個是設計理論家 那其實就死了 就是這一輩子 你都知道能做這個 所以我就經常想去演一下東西 演一下東西 那你說我想辦個過展 那些人說就是他的理論家 怎麼搞畫展呢 畫展才是藝術家 那我也想過黎藝瑞不會辦畫展 因為他們那個門檻低一點 但是後來我自己做了院長 沒有問題 教了多少都沒有問題 不過我就是講 有一個門檻 所以畫了那本書的時候 畫了很多畫 我講這些畫 那麼漂亮 那找個機會給人看一下 配著寫本書 那因為畫的都是建築呢 就是去寫 那本來就是這樣一個 就是說用一些文字去配一些畫 等於做一個配本 那麼我會想到一寫一些文字 大家都喜歡 就是說你文字寫得好 那你寫得這麼有趣 你不如出文字寫多些呢 那麼寫一下呢 就收不住了 那麼最後文字呢 都寫了四十萬詞 三十幾萬詞 那麼畫呢 就要增多了 因為文字有這麼多 你畫你不能說 十張畫 那麼又寫 所以是自己害自己 那麼這邊寫字 寫完了畫 又加兩張畫 畫多了 又加些文字 最後搞搞搞搞 搞到最後呢 就是中國青年出版社 就說不能再長 散文來的喔 你搞成好像戰爭與和平 那麼大 你怎麼搞啊 那麼最後呢 就這樣出了 那本書呢 事實上呢 就是一個 開始是隨手搞 隨手做 但是到後來呢 法國說 如果要整理一下 就找巴黎去做 那麼巴黎呢 其實就是很難看的城市 因為那個城市呢 是Eugène Horstmann 191856年做的一個城市 就是拿破爐第三 就是拿破爐那個陣 做了皇帝 他做了皇帝以後呢 他就修改這個城市 那麼呢 其中呢 有一個呢 就嚴用了拿破爐時期的 巴黎的設計的那個 那個規矩 大家知道巴黎是放射證的街道 就是有個中心廣場 那麼他就有八條路 這裡有八條路 那麼大家說 哎呀 好漂亮啊 這個叫巴洛克的城市規劃 其實呢 巴黎他這樣去構建的話呢 就形成很多 很不方便的三角區 你想想 把兩個八條路 兩個 協和廣場 這個 海旋門廣場 兩個廣場 你想想 他坐在巴士底獄的那個廣場 你想想巴黎有幾百個三角形的區 就是街區遊 是很不方便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呢 是沒有人問過的 搞設計人 其實很簡單 就是拿破崙上台的時候 1898年 他是一個炮兵的營長 當時 當時 因為那些巴黎的人 去造反的時候 將那些街頭的石頭 造成公事 和政府對抗 造反 那些政府軍 打不過去的 我們看那個 《悲慘世界》 那個白老匯 歌舞劇 是嗎 那些人在那裏 拿些傢俬都可以擋著軍隊 衝不過來嘛 那拿破崙那個思維很簡單 開炮 因為你在那裏攔住 我開炮在上面下去 那你就收檔了 那開炮那些街頭 如果是方格的話 你的炮兵 你不能每個街口都放 所以拿破崙上台 就做了這個海船門 海船門就是八條路通過去的 他只要將在海船門的周邊放大炮 哪條街出事打哪條街 大家懂不懂這個道理 那個城市規劃是有一個評判的 就是為了平息叛亂 就方便了 就是凡是每次有暴動 好像巴黎公社1871年 他就在協和廣場 私心廣場 和巴士底廣場 都放八個街口 一個街口放四個大炮 打平了 那這個是為了打 控制暴亂的 那這個規劃呢 其實很不合理的 因為呢 你走失路的 你在美國人開始做華盛頓的時候 美國人是不知道 是為什麼的 美國只說巴黎漂亮的 請過法國人去做華盛頓 那美國從來 他除了內戰未判亂過 那華盛頓用不著開炮呢 那出戰 將華盛頓的街道造成放射狀 一塌糊塗 我在華盛頓開車 經常走錯路 你知道一個圓圈嗎 你那些路牌 那麽小的字 一錯過然後 你越走越遠 又是瘟為單行的 你在外面又在那裡罵 所以去華盛頓 每個人都罵的 美國人最討厭華盛頓 那些規劃就是法國規劃 那麽到了Eugène Horstman 1856年上台 那布林第三方 你徹底改巴黎了 他就改了 他做了一些打通這些路的大路 那這些路呢 出了個名字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Bulliwa就是林茵大道 Bulliwa就是Eugène Horstman的成就 那這條路呢 十條車道 兩邊有林茵道 旁邊還有馬車 Champagne-Alysees 香謝利大道 這些就做了一些大的闊路 那麽將那些 因爲不用再開炮了 那麽造成了一個新的城市 並且造了那些五層樓 六層樓的兩邊的公寓 要求那頂是斜的 上面有角樓 它叫Penhouse 就是現在是巴黎最靚的就是那些 外面有鑄鐵的欄杆 那這個就是一個整個的做法 所以巴黎這個造成這樣 是有道理的 那我當時去的時候 就說寫這本書 就說想將這個介紹給大家看 但是一摸起來就不知道怎麼說 因爲巴黎那個分區呢 是很奇怪的 它是由這個羅房公開始叫第一區 然後反過來第二區 昨天那個巴士 那個歌劇院門口 不是有人斬人嗎 大家昨天有沒有看過新聞 那個第二區 然後第二區再轉上去北 第三區、第四區、第五區 它是一共十六個區 是拼出去的 我們中國人最多好像是十三區 已經拼到很外面的了 你其實聽過號碼 你就知道在哪個位置了 那我一去到我現在畫了那麼多話 寫了那麼多文章 我怎麼編呢 是按十六區呢 頭都圓 因為由十三區 全部越南人和中國人 福建人 然後一下調轉去到十六區 嘩最漂亮的 左岸 就是完全變的 我說這樣不行 所以我就按這條軸線來寫了 一頭一尾 所以這個結構其實是受到城市的形態 它影響的就是書、文章 都是按這個一八五、六年的城市的形態去寫的 所以這個就是 講給大家聽一個思路 我為什麼會這樣寫 其實就是受到城市的形態 就不是說側邊見、裸邊見 好像北京你說寫就寫故宮 因為它在中間 你再怎麼寫都可以 但是巴黎是比較難的 這個 希望大家找到這本書 可以看一下這本書 那些國北話幾好看 講回巴黎城市的設計 其實它最初是沒有打算做到一個 很適合行人的城市 它有它的政治因素 它為什麼建成這樣 但是令到很多人去巴黎 就會很容易就愛上了這個城市 基本上它有很多所謂的social spaces 無論是公園或者是可以坐立的地方 還有是一個很適合到處走的地方 但是以你的經驗 在國內很多的新城市 其實它的第一個設計 它不是為行人 它是為車輛 它有其他的考慮 結果其實有很多發展的城市 在國內 它達不到這個大城市的要求 這個要求就是 你可以在那個城市裡 找到你居住的地方 很容易就建立了跟社區 建立了關係 也都很容易去另外一個區 但是很多時候 就算香港來講 一些新區 它要由一個新區去另一個新區 是需時和麻煩的程度低過它 直接去摺紗咀或者來捉壞 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你覺得大致上 以你的經驗 國內那個城市的設計 它的優點在哪裡 和它的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國內的城市 它都是有兩層 一層就是它歷史留下的 那個城市的構架 好像我講的 廣州好像西關、東山、穴秀區的 這個中間部分 它其實這一部分 它有兩個不同的層面 一個是西關那邊是明清兩代 即是它十三行做生意 在那邊聚集了很多人 然後碼頭是在西藤 那邊是黃 街道很密 橫街、閘行 這個廣州的老的構造 都…廣州話叫陳炯文 我講廣州話 因為我用國語的 陳炯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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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了陳濟堂 他們在廣州的時候 到孫中山 他們是請了人去做一個規劃 即是將廣州 再做一次 就劈開了西關這個核心的位置 就把那條中軸線放在中間 就由觀音山到中山紀念堂 到這個市政府 到這個現在叫人民公園 當時叫中央公園 一路下來到海珠廣場 到海珠橋 這條是中軸線 一邊東一邊西 那個城市是合理的 它前面有大路 現在叫中山路 中山路 一路二路三路四路 近時是維吾漢路 這條路很合理 明知道公園舊的 有兒童公園 有中央公園 公共空間也舊的 因為廣州那時候 一百萬人 即是三十年代 是人口叫做多 但是很適合 很移居的一個城市 這個就是國內大部份城市 都有這個行 即是舊人時留下的 這個network 即是這個網 這個街道的網站 然後解放以後 就有兩步 第一步就是這個五年計劃 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 一路到文化革命結束 他沒有任何發展 只是用舊的街道 沒有擴展的 他要做的話 就在外面做工業區 或者做宿舍 產生了很多機關和學校的大縣 我們知道的大縣文化 即是不會造成市 但是我們唯一塊地 這個見不見 比如說是軍隊 是軍區 或者是一個大工廠 住工作 全部在這裏面的 所以他沒有發展城市文化 而在城市裏面 切割出若干的大縣文化 即是廣州現在五三 中大 華斯 華農 都是四萬人的大縣 宿舍住在裏面 變成很多個城 我在廣州美術院做過幾年 廣州美術院又是一個自己的城 在河南 都是一舊舊的 所以城市本身是舊的 好了 然後到了改革開放以後 忽然間大家說要搞現代化 建設 建設開始就是 他們一開始做 就拿城市中間的最好的地 去拆屋去做 因為當時沒有能力去做那麼多的 就是輔助設施 譬如說深圳 新造的城市一做就拿 深圳原來規劃人口一百萬 所以特朗是在羅湖的 所有東西都做在羅湖 廣州也是這樣 我們看東方賓館隔離 做了中國大酒店 然後在歐莊 我不知大家熟不熟悉廣州 如果熟悉的話我講這些都知道 歐莊做這麼大的大酒店 花園酒店都做了 幾個區在這樣做 有些城市拆得比較慢 我其實很感恩的是 那些被拆得慢的城市 第一個就是上海 因為上海它的中心區 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是很精彩的 並且上海人有一種 就是從心裡面愛的那個城市 上海的官員都不想拆它 大家不捨得拆 所以上海一做的話 最後朱鴻基拍板 去做個盆東 就做了出去 上海就得到舊 就是沒有拆這麼多 所以上海到現在 你還可以看到很多 華海中路說 這些街還是保持了當年 就是我們看李安柏的色界 裡面的那些場景 現在上海一樣有的 那就比較幸運 那麼北京呢 就拆了那些帽 北京那些苦痛 三千條 苦痛 我們廣東話叫 我都沒講 我講的話怎麼講 苦痛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講 那些苦痛呢 解放的時候有六千條 現在大家剩下一千條 那拆了些什麼呢 大家說是不是拆了些差的呢 不是的 是拆了那些沒有那些重要人物 住在裡面的苦痛 就是如果有一條苦痛呢 有個很大顆的人在裡面住 他又不想搬呢 那條苦痛就保住了 我講兩條苦痛給大家聽 北京很出名的 東四大家知道 東丹有十條 就是十條苦痛 然後到東四呢 就有十條 那麼 所以我們叫東四九條 以北就是東四十條 東四十條的 再上 全部出版社 那裡真的好 有些東京的那個叫做 我叫 神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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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寶丁就是全部 春秋出版社 就是全部六百間出版社 在一個站 很好 很可愛的夜晚 我在那裡吃飯呢 那些桌上坐的那些 那些全是作家和出版人 就是 是很遼倒的 那些作家 那些書版不好 摩滋煙 吃一條魚 就約一些面紙醬 就一碗飯 都很可憐 那些寫書的人 很可憐 那 這個北京的這個十條 十一條十二條 就是這樣的地方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英文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全部在那裡 所以文化人的濃度很高 但是十條多重要 十條上面的那個最大的那個建築就是 我們知道段祺瑞的執政府 就是那個劉和真軍被打死的那裡 這麼漂亮的一棟樓 照拆 因為沒有一個最有名的人 在那裡住 就拆成了現在的一條大路 叫做平安大道 那就是說 為做開的那條路 解決交通問題 就拆了大概三十五座四合院 是有歷史價值的 是這麼拆的 我看著他拆 但是十二條 多麼爛的一條 一條行 到現在沒有拆 他們裡面有一個空軍 很大顆的人 他就是不搬 所以沒有了 所以我解放的時候 如果那些大顆老 每個人住一條行 可能北京就保住了 當然沒有那麼多大顆老 所以我這個故事就說 這個中國的城市 基本上就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後來呢 房地產開始了 因為房地產 房地產有些像 我的體會就是推土機 房地產是推土機來的 因為它就是有錢 又有背景 房地產有很多 大家不要經常看著萬科 萬科的力量有限 只是有些錢 真是有力量的是那些央企 和中企 央企的房地產 深圳我舉兩個央企 一個是招商局 這個央企 一個是華僑城 華僑城 大家說華僑城怎麼是央企呢 華僑城是國務院僑伟的 它是國務院正屬機構 所以華僑城你動它不到 深圳市碰不到它的央企 還有國企 國企大家知道了 什麼中信啊 中房啊 中糧啊 凡人叫中的 有些不叫中的 好像老能啊 國家電力 很多這些 他們根本沒有資金的問題 所以他們說 拿地呢 多少錢呢 標價 舉手而已 不是我的錢 你說100個億 我舉牌 你舉到1000個億 他還舉 他說自在必得 一定拿 房地產一拿到以後 他就快點做 因為他是借貸 做屋還錢 他要滾動 所以他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將那些所有的東西全部剷掉 他開始做 做完了賣了 他再去做第二塊 那這個就變成中國的 城市的一個惡夢了 因為太多的 有實力的房地產 他不斷拿 不斷拆 不斷做 那官員為什麼不去制止呢 那些官員在國內 是四年任職的 他必須有一句話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講得多 叫做正職 就是你政治的成績 正職 正職呢 四年 我們講一個城市 可能要20年或者100年去做 但問題現在你給一個人 我四年要見校 現在中國就是這樣 四年做 你看我們在廣州的時候 第一個廣州的市長叫麗子樓 說麗子樓 我們要打通交通 那就做了 人民路做的高架天橋 廣州西堤人民路那個丁字路口 本來是廣州的灣仔 最靚的那裡 滿街都好吃的東西 哇 靚得不得了 人多 他那條天橋是上面一個 你們想想如果在皇后大到 上面做一條天橋 沒有了 立即沒有了 一蓋住 死了 這個做完了 他下了 下面又繼續做 所以這個每個正職就做 當然有一個市長我不講 他說 哎呀廣州這個西關幾好 你們把西關改造一下 搞得吸引遊客 就拿上下九 兩條路 上九路下九路 他說一定要一年開 一年將舊建築都全部 游了 上面 裡面插空 用鋼架做了 一游 看出來 整個空置進了迪士尼利 就是說你把舊成搞成迪士尼利 你想一下是很恐怖的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了 保存的 他的傳統的東西 就搞成這樣 娛樂性 因為他必須四年做完 如果要做新的 他們肯定是做規模大 因為政績一定要大 你才能夠看到 你說市民中心 市民廣場 大到是沒有人想走 你說有誰 有誰晚上瘋了 32度 在天安門廣場散步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剛才Benny說的 一個城市怎樣才是舒服的 是跟人有關係 現在我們大陸的城市 做得跟人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為了大家看 嘩 這麼大 這麼夢偉 這麼大 但是跟人有什麼關係呢 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反過來想想 為什麼在巴黎我們會喜歡呢 因為它什麼都跟人有關 走路可以到 任何都是舒服的 它以我們叫pedestrian 就是路人為中心的設計 這個我想在國內 但是還需要很長時間 主要它這個是 城市規劃的操盤的人 是政治的人民 是行政領導 我們說New York的Manhattan的規劃 是1811年做的 到現在還是用那個規劃 就是批定 橫的叫Street 直的叫Avenue 現在直的就是12條 橫的就是150幾條 一百幾十條 反正是 如果是36Street以南 那個叫Dantat 36到58之間 就叫做Nittat 58向上一路到Blocks 就叫做Aptat 是吧 然後由5街 第5Avenue到第7Avenue 58到115 中間一塊出來 就叫做Central Park 一條斜路叫Broadway 很清楚的 這個規劃1811年就做了 為什麼一直改不了呢 因為它是立法機關的事 立法你要改呢 你要討論 我們是行政機關的事 所以很多人說 大陸的城市規劃的前途何在 我要改成立法 機關去控制 而不是行政機關去控制 這個就是大問題了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其實心裡面挺悲觀的 當然希望有些時候 遇到一個比較清醒一些的行政的領導 說這個城市我們不要動那麼多 慢慢搞吧 不過這些人不是很多 因為他希望我做得好 我就再升一級 我大概就講這些 講回香港 我們熟悉的 就是以我自己 中上環 看香港 中上環的發展 其實它都是商業主導的 比較一下 現在中環和這個尖沙咀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尖沙咀 就是逼你走地下隧道 一上一下 然後那些隧道就會帶到你去商場 消費 中環都沒有例外 其實中環那個發展 在七十年八十年代 它拆了很多這些所謂南馬的建築物 都是在這個大卓爾時代發生的 當時香港就是麥利號做廣東 它也都配合當時英國的保守黨的發展 它們就沒有什麼所謂 sentimental的consideration 它們不會被情感影響 尤其是香港對它們來說 也都是地下地方 拆了多少它們都沒有所謂的 但是住在香港 尤其是對中環有特別的感情 你會看到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 差不多中環就變了面貌 最初就是衛起這個地鐵 拆了舊郵政局 那個愛德華風格的建築物 接著就拆了很多的建築物 包括很有風格的香港會的建築物 其實都可以說回 當時1981年的時候 這個香港會是沒有人贊成的 但是當時因為那些地產商 就後住這個地方 他就找了專家說 如果香港有地震的話 在上面掉了一些寵物下來 香港會因為它建了很久 它就好像一個生日的蛋糕 當你有一把刀在上面掉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整個切開它 它用了這個理由 於是很快就拆掉了 然後就由一個中環最大的地產商 即是Hong Kong Land 去管理了幾十年 當時因為都是應商為主 而Hong Kong Land 也是一個中環最大的地主 雖然拆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建築物 像溫沙大廈、太子大廈、阿力山大廈 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一些英式 或者是英式、意大利式的建築物 甚至當時有人說 中環的海旁很像威尼斯 即是它有它的風貌和氣牌 但很快就變得很新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個中環最大的地主Hong Kong Land 它都有它自己的標準 它不是華貌 很幸運 於是中環也保存一個大城市 即是City Center 一些挺舒服的地方 還有它也有一個看法就是 就說好 我為了做多些生意 於是中環的地方 如果你下雨 差不多不用坐傘 都不會立心的 因為很多地方你進去 你就可以有駕空的這些walkway 就走到一路走到上環都行 也都搞得挺好的 因為管理和設計 以一個大城市來說都不差 但是另外一個民間的發展 就是上環 就是我自己親眼看到的 就是由以前南北行 到我們最後叫做海美街 那裡剛剛是中環 很貴的地方 一過了上環就變得很便宜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裡有很多海美店 那些海美店 就一下雨的時候 那些海美就發臭 還有那些街道很容易 就一下雨那些渠就塞 你可以看到那些海美店 就浸了它的江漁柱等等 一到好天它就等到路邊來曬了 一曬的時候就很大氣 所以沒有人肯住 但是現在的發展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三四以後 它們已經宣佈會有地鐵 一直去到不堅尼地城 因為知道有這些地鐵 所以上環就變了開始 它慢慢就變了好像 巴黎那個拉丁區的某些地方 也都吸引了很多中產的人在那裡住 而那個地鐵也都令到那個地價大氣 於是就有一些挺特色的店舖出現 不過它仍然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中上環最大的問題 我們自己新同感受就是交通問題 現在那個問題其實最初是很容易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都是單行的 好像我們前面這個夏利畢島 本來我們最初進來的時候就是雙行線的 中環很多荷里活島都是雙行的 但是它就不知道誰想 如果就是兩條線單行的時候 那些車輛會流通得更加好的 但是它看不到現在就是雙行線 有一行那些人就經常在那裡拍到車的 那拍車我們天天就會打幾次電話 叫交通部的人趕走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大館 即是中央警署那裡就快要開幕了 今個月月未 會有一個現象就是那裡有很多店舖 也都是一個新的文化區 但是那個交通的問題怎麼搞呢 我現在想就是 就算你一天叫四次交警來 就算他抄牌 你都解決不了這個辦法 唯有我覺得就是 最重要的是交通是要流通的 即是變成那些單向雙行 可能現在就應該變回雙行 兩邊 那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兩邊都有車的 你就不敢拍死那些車 這個可能是一個解決的問題 但是現在我就不知道 怎麼把這個訊息帶到這裡交通 希望大館開了的時候 馬會的力量可以施展 令到這個中環 現在就不用了 日休息的時候 你就好像要吃一些薄血藥 令那些血可以流通 現在是很不行的 現在真的是很不行很不行 這個問題 但是說回上環這裡 它有一個可愛的地方 就是好像巴黎 它由星期一至星期日 它那個節奏是不同的 好像上環 日夜的節奏都不同 日後就很繁忙 可能推車仔 很逼車 很吵 但是到晚上就好像潮水那樣 就退了 那個地方又靜了 但是唯一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中環呢 只有六日是屬於香港人 因為香港就遺傳了 就是港英這個優良的傳統 就是Laser Fair 就是它不會管你的 就讓你自己來 所以現在這個星期日的時候 就變成馬尼拉的Downtown 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這個呢不是說種族的問題 其實你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地方 如果它聚居了 只是一族人 這個是它沒有了那個 沒有了那個diversity 那個cultural diversity 就會影響到那個地方的色彩 那你見到就是 你變成了Canada downtown 但是你的文化 不是屬於那種的文化 那其實有沒有方法去做得好一點呢 我覺得是用一個城市管理的方法 可能是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相信 就是人人平等 它也都 這個城市是屬於大家的 但是就不好是 就是七日有一天不是大家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我初號的想法就是 可能就是 真是好像 現在去中旅社申請回鄉證都是 你都要上網拿了個籌 先 等不需要去逼爆那個地方 將它分配好 可能是 就是有幾多人可以 可以一星期一天來中環 坐在路邊呢 都是要拿個籌去 控制了那個數量先 或者也都鼓勵其他人 來用這個地方 令到那個 有了那個 保持上 即是城市那個cultural diversity 是 是 這個 我昨晚在這裡吃飯 就真的看到一個 不是我們的香港 昨天 昨天在街上 他在那裡跳舞 放很大音樂 每街都坐 我晚上不是多來的 昨天晚上來吃飯 我看到這樣的香港 其實 因為香港的外地的人 都很多 其實不只是 是菲律賓人 我想是印尼人 我想都很多 這裡 南亞人 我想都有相當的比例 現在其實 講國語的人 我想都是增加 可能是這樣 所以這個城市其實很diversify Benny說得很對 我覺得能夠 維持一個城市的多元化 而不是 現在我們那邊有些 segregation segregation就是叫隔離 即是說 這一塊是他的 這一塊是誰 如果是segregate 這個城市是越無希望 我希望 香港能夠更加多元化 它去包容各種 各種的族裔 創造一個多元的文化 我真的很希望看到 這個 因為今天沒有一個提江 叫我說什麼 所以我也是 聽一下Benny的那個 那個 指揮一下 他想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想第一個 印象很重要的人 我記得我們有說過 你最初來香港的時候 香港還是港英時 不知道你第一個印象對香港是怎樣 我第一次 我小時候在香港 然後爸爸帶了回去 然後我1984年 第一次來香港 那時候就是理工請我來講課 那時候我在廣州美術學院 李公當時是一個英國人的學校 他的那個設計學院 叫做 Swise School of Design 叫做 太古設計學院 那個院長叫做 Michael Farr 那個Farr就是 院那個FAR 後面再加一個 FARR 是Michael Farr 那就是一堆英國人 我現在看到有些年輕人 就是 經常擔著英國旗 很夢幻回到英國時代 我就是經歷過那個殖民時期的香港 平常來過很多次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些英國人都很兇 那個時候好像很厲害 就是 現在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年輕人 我想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階段 我是經歷過 就是 英國人都說了 你根本沒有發言權的 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英文說得好 所以去到理工以後 理工的那個設計學院 就在現在的那個 理工的建築裡面 但是它有個Foundation Department 就是那個基礎部 就是在外面有一個舊時候的舊的小學 現在拆了 就是 都做了 你估計 是一間大概一層樓 還是兩層樓的 一個 一個 兩面有牙的 這樣的房子 就是小學來的 改成了它的一個基礎部 就是那些中 就是香港的先生 好像黃茂邪先生 近立強先生 就是現在都很出名 他們都在那裏辦公的 就是他們的Office 進不了那間 紅磚的樓 大家有沒有聽到的意思 就是 我們是英國人 我們辦大學 你們辦基礎 你們在那裏 是 是 我是有一次來 她那個Michael Farr的太太 是這個匯豐銀行的一個董事 就是很大粒的 她就說 晚上請我去游艇 就是晚上 游船河 那時就在這裏上船 有個碼頭叫北高碼頭 現在好像沒有坐 沒有坐 北高碼頭 在北高碼頭上的 我當時上 因為我們 沒有見過 所以 學一那個字 就想著 有兩條 有兩條圍竿 直艇仔 終於是很大隻船 我跟大家說 很大隻船 我說這個都叫一 它肯定是叫一 這個匯豐的一 我就上了一隻 那 去了外面 那個生活是很過分 那些精英國人 當時他們在 不知是長洲還是哪裏 拋了矛 打了探照燈 有些很漂亮的女人在這裏 下水 游水的夜晚 游夜水 有些摩托艇 放進去 去幫他們 我們坐白色的梳化在外面 聊天 其實那次她叫我去 游船河 想叫我來理工教書 因為見到人才 即是掘 都講了 不過就是 廣州那邊不批准 說怎麼可以 我說其實我在那邊做 又在那邊做 但是溝通消息 那邊說不行 你又不能 什麼什麼 反正我又沒有造成 逼著我去了美國 後來的話 當然那個生活 我們那一旋的人 我想那一晚 只有一個是 好像是李德志 即是理工現在的設計學院的院長 李德志 李德志先生當時在英國回來 他在船上就和我 其實全部是鬼 都是英國人 即是他們 所有那些中國先生 他都不聘請 即是香港先生 他們是覺得 即是我感覺你是第二等的公民 即是除非那些在英國 即是拯救了 講一口沒有康調的英文 他才拿來當一個是他的人 我不知道說表姓對不對 因為我後來每次來 都是因為我經常和那些英國人打交道 他們住在西貢 住在那些城市 土屋不住在這裏 或者在淺水灣 即是住得很好的 那些中國教員就很艱苦的 你知道近叔 自己開的事務所在那裏畫圖 那些鬼佬不用做事的 因為那份人的那個量出得很好 那這個其實 我當時對香港的第一印象 就是這個的確是一個殖民地 即是我第一印象 即是說是有人的那個區別 在大陸我們是沒有得談 那時候文革結束沒有多久 你如果是幹部子弟你最厲害 但是除此之外 大家還沒有 不像現在中國大陸有錢人的惡毒 那時候還沒有有錢人 那時候鄧小平座說萬元戶 即是有一萬元就叫做聰明人 那時候 這個是那時候的香港 但是我對香港的第二個印象 就是這個城市 是我真是見到的最好的城市 因為沒有去過外國 就覺得首先一過羅湖橋 就有這條鐵路 那些車這麼漂亮 那時候是那些橙黃色的 我記得橙色再深一點點 那個顏色現在變成銀色和紅色 即是那時候我印象很深 那些車又漂亮 並且那些冷氣 你知道大陸那時候沒有空調 那些冷氣是冷的 即是 我來到香港應該印象 為什麼可以17度呢 即是很離譜 我們那時候所謂的冷氣 真的有些涼的感覺 大家就坐在下面 爭著去吹風 哇 香港的冷氣 那些商店的冷氣 吹到街上都涼 真的很誇張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真的很好 第二個就覺得 那些燈特別光 即是整個城市夜晚是光的 因為大陸智能 經常到處都有寫著 垂手關燈 即是整個關的 香港是 是全部都開著的 我到美國就更離譜 美國叫做 落班開燈 它要求 因為它消防局是不給你辦公室 即是你天天不開 你夜晚都要全開 所以美國是神經病的 全部的屋子全部是通明的 沒有人的 即是那些能源多 所以我對香港感覺 哇 這個真是好啊 但我看到香港 其實有很大的程度 是英國人眼中的香港 因為帶著我的那些都是英國人 又開著車 周圍去玩啊 上課啊 全部講英文 即是在一個其實不是很真實的香港 即是不是 但是後來我再來一次 有一個朋友說 來我那裡住 你不要住那些鬼佬那裡 安排我住酒店 那個朋友就住我家裡 你看看我們香港人怎麼住 他住在上水 上水 那我一去住 我才知道香港的生活 他說我們一輩子都這樣住 因為那間屋呢 即我這樣的身材呢 我睡在那裡頭和腳呢 都有一些不是 我不是說諷刺香港 即是說歌房是可以這麼小的 就是剛剛是 是站在那裡的 我說這些公寓 為什麼會這麼小房 他都叫做兩房一廳 他說 他說 你在那裡住了幾十年 都是這樣啊 這些屋是這樣的 那我就慢慢開始認識到 我後來 後來見到很多人生活 都是住得很擠 很擠 我白住在白德新街 十號 白德新街 現在 那時候是一個日本的 是哪間 大院的後面 那間我白 我白在沙打銀行做了很多年的商利 即是經理下面 叫商利 現在不叫了 他做了很多年 我想怎麼說都算銀行的高級職員 即是由1940多年做到 做到我去100多年應該很厲害的 即是很厲害的 去到 嘩 這麼小 即是很小很小 現在要大的 我叫大的 所以我開始認識到另外一個香港 是真實的香港 即是我第一次來的香港是外國人的香港 因為他們很舒服 舒服都有點離譜 我跟你說那個 哥德學院 哥德學院是德國的一個機構 哥德學院那個頭 叫做Steigler 他和我好好聊 他就說去我家 他在淺水灣那邊 那些apartment 對海人 是很大的 是大到現在都覺得還是大 並且那個環境是看著整個海人 是真的好到 是好像明順片一樣 即是我們看James Budd 007的那些 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是說到這裡 好嗎 好嗎 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 接著到 question 然後才Q&A 好 最後可以說一說 一個 你認為 包括了 香港 澳門 獨立 不要說歐美那邊 國內 最可 就是最Liveable 最可活的城市 你心目中是哪一個 或者哪幾個 我挺喜歡這個 美國Oregon的那個城市 是叫Potland 好 我們不說 說美國 說中國 其實我覺得 新匯是挺喜歡的 新匯 新匯呢 因為它那個尺度很對 第二個 它的舊街舊行 是保存的 因為我們覺得好住的城市 實際上和我們生活習慣有關 我是個廣東人 即如果你說 杭州 我的文化不是很熟 即它的謊言我不是很會 所以我比較傾向都是在廣東 廣東呢 我們白話區呢 我剛才跟Benny說了 白話區很多人說 哎呀 我們的廣東話就是香港和廣州 不是的 大家記住一下 廣東白話區是三條江 就是東江 西江 北江 三條江的其中兩條 北江一直到韶關英德 都是白話 都是我們的廣東話 第二條西江 一直到南寧都是廣東話 我們這位小姐是南寧來的 他應該知道一直都是廣東話 不過他們的廣東話比較難聽些 哈哈哈哈 都是這條 所以白話區其實很大的 廣西 北海 欽州 都是白話區 所以這個省城話 是一個很重要的方言 我去海南島 有一次在文昌跟一個白話區說 你會不會講廣東話 因為海南島曾經是廣東省的 他說當然會 省城話為什麼不學呢 海南人都有這個認同 當然現在年輕一代 就可能慢慢就是國語了 變了 所以你說最喜歡的城市 我想都是珠江三角洲這些 不過現在就有個感覺 就變得越來越現代化 就越來越不可愛了 就是說好像東莞啊 順德啊 慢慢變得 好像那個潘如的市橋 都不知道是怎樣的樣子 我現在去了十指 都不 你說市橋怎樣的樣子 我不記得了 因為跟中國所有城市都一樣 我說這個趨向是很可怕了 即是沒有助 我們時間到了 對不起 我們有一點時間 我們聽眾可以發問 你們有什麼想跟我們談 有沒有人有關係 怕醜而已 一定有的 對 剛才Benny說 星期日變了馬尼拉 我就有一個體會 因為我自己在做那份工作 一個星期只放星期日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菲傭 所以我就會有個想法 會不會是將他們的放假日 打散在這個星期裏分勻 就不用大家集中一齊看星期日 這樣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想 這個不用我來回答 分享 有沒有人想問 是是 最後一位女士 你都很難不上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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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新城市的規劃 實際上 我們能做到的 主要是 你希望 你知道那個做主要的規劃的人 如果那個人肯聽你的話 你有機會的 但是這些能夠 就是聽到說 你做一個新城的時候 你要考慮一下本地的文化 有些本土的元素 甚至做一個小小的街區 是有這個傳統的 本地傳統的 而不是那些假傳統的 這樣的一個街區 那如果有一個機會 他說 可以做 那你就有 就有可能 但是這個可能性 就不是很大 但是呢 不是說絕對 沒有可能性 我說 一個例子就是 這次中國鐵路集團去找我 他那個是 中國鐵路集團的 地產公司的總經理 很大粒的 就是做全中國的地鐵 所到的地方 他 坐飛機由北京去汕頭 帶六個人去找我 說 跟我談不了 他走了 我下個星期去北京 就是跟他們去開會 那他的意思 他來找我 其實就是說 他其實可以不找我 因為他有很多建築師 他直接找一些職師就可以做 最後找一個文化人 那就是他想到 我自己飛這麼遠去找一個文化人 他看到我的書 覺得這個人 是對城市有不同的解讀 那你來做我們顧問 他希望做些事情 那這個呢 可能就是一個機會 如果他這個機會 來了 和我簽了約 要我介入約干個城市的 那個規劃的時候的意見 他都不會說 你去做設計 可能你去做 給一些意見 如果這個意見 能夠 在某一點上起到作用呢 可能會做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但是這個可能性幾大呢 就不知道 因為他有很多成本 有很多地方的政策 你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我們不去努力 就完全沒有希望了 就是如果去努力 可能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但百分之一都叫做做了些事情 我現在就是這種心態了 我全力以赴去做 但是呢 做不做得成呢 我們都 我反正是這樣做 就是我不能預計那個結果 但是你由全世界的發展來看呢 它都有這個 我們叫做同質化的過程 就是越做越遲 你看美國你從紐約開始到LA 中間那塊全部一樣的那些城 美國進去任何個town都差不多一樣的 你都認不出來誰是誰 它其實就是 因為美國那些城市 是不像鐵路公司做的 它因為美國鐵路公司做這個 這個橫跨美國那四條鐵路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150m 它要做一個站去加水和加煤 就是作為一個 它一定要停一停的 所以鐵路公司大概做了一千多個town 美國的town都是鐵路公司做的 所以一樣的 你知道一出火車站 一個廣場 市政府教堂 旁邊有個飛法舖 有個酒吧 然後拿支槍去飛 所以 同質化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硬一點 因為美國已經過了 美國現在都沒有辦法 有部電影 你可以去看看美國的town多瘋 有部電影 我昨天介紹他看的 叫奈巴拉斯加 內部拉斯加 黑幕片 很反映美國的town多瘋 你可以去看看 所以不只是我們的問題 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OK 多謝你 是 是 各位 我叫他出來 好嗎 多謝你給我分享 其實都是跟城市發展有關的 特別的 像Benny一樣 在香港其實除了城市發展之外 還有很多舊建築 我們現在講保育 講活化 無異地 是水位的成為例子 但是 如果是黃教授 你會怎麼看 香港其他的建築 他們的保育 是怎樣的 又或者你怎麼看 舊建築 在城市發展的過程 它應該擔任到什麼 的位置 建築 如果是作為舊建築 一動去保育 去保留的話 其實它是很碎片化的 譬如說城市是新的 你忽然間還留一個廟 那廟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周圍拖是新的 那個廟就好像那個標本 我有時候覺得 進了一間廟周圍拖別人大樓 我覺得很奇怪的感覺 所以我說 城市的保育 應該是按片區來做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如果要保護的話 可能這個區 好像西環呢 有幾條街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 香港歷史的 這樣 要在那裡 我們應該有一些限制 美國呢 限制是很嚴重的 因為它 美國50年以上 就叫做古建築 即是50年以前的建築 要改建都要佈市政府的 美國歷史短嘛 所以它50年都當一回事 我有個孤姐在美國 住了一間屋 她家屋八十年的 我們那些 露台很大 她買了這麼大的屋 馬上把露台外面的窗 封了 那她吃一張告票 要罰錢 就是要拆掉它 因為你這間建築 是古建築 我姑姐呢 香港過去 她說 怎麼搞錯啊 八十年古建築 我說美國是一共兩百年 你這個是半個 半個國家歷史 沒有什麼場合 所以呢 它就是成片成片保留 所以美國雖然說它 它是慢的 但是它保育是做得比較好的 都是澳大利亞加拿大 歐洲不用說了 亞洲呢 我覺得做得最好是日本 日本就是整個城去保護 日本人的那個審美性格裡面 有一種 我覺得好 就是剛才Benny說的 這個sentimental 這種情懷 甚至它有一種悲劇感 日本的那種悲劇感 我很欣賞 因為全世界的文化裡面 都是喜劇感 中國人是最大的喜劇感 中國人是最大的喜劇感 哈哈 中國人是最大的喜劇感 都很開心啊 歌年那些全部紅啊 大家都大聲叫 這個中國人是很喜劇的 中國人是喜劇民 不喜歡悲劇 中國人所有喜劇的顏色都喜歡 你看大陸那些電視劇 照本山那些喜劇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很開心 香港啊 周星馳 周星馳 這些都是好喜劇的 日本很悲劇 日本任何事做來做 他最後都是悲劇修科 甚至戀愛都是一起去自殺的 大家知道了 那個悲劇色彩對於他的城市保育起很大作用 因為他覺得所有東西都是記憶 都是生命的一個部分 這些東西會消失的 所以他用最大的能力去保護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個民族的審美習慣 跟他的保育意識是有密切關係的 我們喜劇民族就一定要做新的 悲劇民族一定是擁著舊的 可能我講得很極端 我這段話在香港講 在外面有些人說 我們釣魚島是我們的 所以我是這樣說 這個悲劇色彩 我挺欣賞這個悲劇色彩的 就是這個問題 成片的保護 活化就是裡面有人住 你不能把那些人全部搬走 全部兇掉 不行的 所以今天Benny跟我說大館就要開 我都很期待怎麼會化這個大館 好 多謝 你對新加坡的城市 什麼啊 新加坡 好 新加坡太小了 所以它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因為首先它是由馬來西亞出來的 就是跟馬來西亞一起合起來 然後到65年 又分成新加坡 本來是馬來亞 馬來亞 新加坡 加上這個 那邊的東馬來西亞 那兩個省 合起來 然後再分開 它分開以後 我想是 李光耀很清楚 它那個國家一定要保持一個 合理的華裔的比例 就是說華人70% 馬來人25% 左右剩下印度人 這個我叫做 very sensitive racial balance 它一直是maintain這個 balance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就是說它一定是 它甚至是那些 它叫做屋 香港叫什麼 叫做屋 就是政府做的 它的這個做法 其實它是控制了一個 種族的穩定 因為如果馬來人 太多 因為馬來人生德 這一點它是 你真的不要少看 這個生德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在山津大學 我們李嘉誠先生 做了一間 以色列理工學院 我和這些猶太人 整間在一起 很優秀的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說 我們搞不過他們 那個巴勒斯坦 我們給他們一群人 過十年他們多了兩倍 因為猶太人生過 他們生六、七個 他們可以有幾個老婆 你知道嗎 大家輪流生 所以這個 這個在新加坡 其實它要控制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 就是新加坡城市建設的第一點 就是它一定要維持 所有的社區裏面 都有這個百分比的比例 這個是第一個做的 第二個它做了大量的這個組屋 這個組屋其實是一種很精彩的政策 就是你自從打工 你就要把你的工 人工的百分之 十一或幾多 就傳到一個政府的帳戶 那一路傳傳到你 那記住 結婚呢 你這個舊詞 就作為你的 downplay 然後就低息賣政府屋 它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八十的人住在政府的公屋 所以它沒有住房的問題 它解決了這個很漂亮的解決 並且鼓勵你結婚 因為結婚才可以買房子 就是它有個前提是要不結婚人 因為現在的人說我不結婚 你催人 不結婚就沒有房子 它保證你不結婚就要生孩子 生孩子那個比率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李光耀是很聰明的人 在這個過程裏面 它是很充分的利用了 它的世界最先進的管理團隊的力量 去做這個城市 所以新加坡這個城市應該是說 是很合理的 它也有一些舊區 是不是叫牛車水 牛車水 它那一份它保護了早期的 新加坡的一些特色 但是它新的建築做得很好 不過我要說 就是新加坡它的地的確不夠 它小過香港 所以新加坡每年都在擴張 它過去十年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已經大了百分之十 就是它不斷的填海在做 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城市 就是我自己說管理 當然很獨裁 因為它說國家太太小 太小了 太小了 不能夠有反對黨 所以它什麼路管 我記得我有一天去新加坡 但是不知道 有本雜誌是罵新加坡的 被我在海外收藏 我覺得自由國家還收我的書 它說我這裡不行的 把我的時刻雜誌拿走了 有時候想想它也難為它 因為它太小了 旁邊兩個 穆斯林國家牽著它 上面一個馬來西亞 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 下面一個印度尼西亞 那裡有兩個億 你想想它是幾難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國家很優秀 城市設計都很優秀 但是就是有一點我不去住 主要我怕熱 新加坡主要它沒有冬天 在香港我都可以期待 過了十一月可能開始涼一點 新加坡沒有 no hope 永遠都是 所以我賺過氣候 有些怕 其它沒有什麼問題 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各位 想問一下 現在有聽說過 你剛剛也有提及 兩位也有提及過 其實居住在這裡的環境 是否適合人 是否為人而設計 是很重要的一個環境 我想問 國內現在有些政策 就是希望可能一個片區是做事的 之後那個片區的人 可能退休的時候 會退去另外一部分 而在香港它都會 可能呈現了一種希望 國內珠江三國洲附近的一些片區 成為香港人將它退休的地方 對於這一種可能工作是一個地方 跟著 退休又可能國家的安排 希望你在另外一個片區裡 繼續生活 這一種安排 你們大家有什麼談判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自己來說 如果我退休 我不想去一個退休的地方 每個人都在等著 因為這也是回到多元化的地方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 它是有多好住的 就是多元化 就是有年輕人 有老元人 有不同的興趣 才是健康的 所以這個片化 這個做法 是一些 左腦和右腦不太相似的人 想出來的 這個 我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這個 養老社區 這個其實是房地產的一個桌頭 因為它要賣屋 所以它做的屋 叫做養老 平常去美國參考養老 其實養老 那些人放進去以後 那些人死得快些 因為大家 我們說encouragement 就是要鼓勵大家生活 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是這個生活本身 如果你放了一塊人 這個人就要死的 你進去真是快的 所以說 老人家進入養老院 其實他路得越來越快 這個第一點我覺得 老人家應該積極的參加社會生活 那到了他不能治理 就是一個問題了 昨天有個 澳大利亞的科學家 104歲 在瑞士 是安樂死 有沒有看到這條新聞 我覺得這個是社會的一個 未來的趨勢 因為我的外父 一百歲 今年一百歲 大學教授 現在他已經是沒有辦法治理 他完全沒有意識 但是他很痛苦 就是我看他是很痛苦 但是因為沒有這個安樂死的這個 所以大家都跟著痛苦 就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類的發展 應該是比更多的人 有一個死得有尊嚴的選擇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表現 就是說如果我很平安 我這輩子我覺得過完 我家人都覺得是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見到那些老人隔壁 插了那些管 是毫無尊嚴 就是說脫了衣服 插了那些管 活得很辛苦 好像巴金 大家知道那個作家 他最後那十幾年是很痛苦的 因為他說不到沒有人的反應 但是他是毫無尊嚴 我說這個養老的問題 就是這個 一個科技不斷發展 老人身家的生活越過越好 越來越健康 但是呢 人都是有一天要中療 那中療是不是 我們慢慢社會有一個共識 是讓大家能夠走的時候 比較有尊嚴的走呢 我其實是有這個期待的 好像我自己 我都不想說我不行了 我吃奧米藥粉到第二天 找到一條絲很不好看 我都希望在醫院說這個人走了 安排好了 其實都是有這個 我說這些不應該 是因為你們年輕 因為我七十幾了 所以我知道大概五十一 都不能說無多 就是數得到了 對不起 不過我這個個人意見 有人反對安樂死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馬來西亞選了92歲的總統 對呀 很學生 對呀 很學生